部分的母猫在临产当天会不吃不喝 饮食欲下降 可能会比较安静 也有一些会出现烦躁不安 在屋子里来回找产房准备生产的表现 然后主人可以发现猫咪的腹部 乳腺 庞大 并且开始下垂 乳头发红 乳晕明显可见 甚至有些母猫的乳头能挤出清亮或乳白色的乳汁 这个时候给母猫测量体温 会发现体温有明显的下降 一般平均下降一度左右 在丰勉的时候 体温又会慢慢的恢复正常 乃至上升 在临近丰勉的时候 母猫的子宫开始收缩 我们可以看到母猫会有明显的焦躁不安 可能会在产房当中反复的起来躺下 呼吸急促 有的会表现为排尿的姿势 在丰勉前的一刻 母猫的阴部会流出粘稠的液体 并且猫咪有可能会去显示这些液体 母猫的阴部出现羊水泡的时候 也就提示很快就会有小猫生出来了 是一圆腻的 并且在一旦地下船上 我们是一圆腻的 并且在一旦宫 并且在一带体 我们是一圆腻的 并且在一旦地下降